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69回 让柳明有些意外的是 双方在开战之后不久就在边界处各自修筑了一座巨城 都是依附打算长期大战的模样 而满鬼宗在这三年中同样陨落了七八名灵师和众多内门弟子 好在九英山因为势力较弱 陨落的人倒是寥寥无几 忠幸道库三名灵师安然无恙 一直驻守宗内没有出现在边界 原本已柳明的核心弟子身份 这种大战十有八九也要被征召 但可惜玄境这边因为海族人出现过一次的缘故 的确需要一名得利的弟子监控 所以他倒一直没有被召回宗门 当然了 这三年中也出现了让柳明有些郁闷的事 那就是高冲 终于在两年前顺利的进阶灵师 还在边界处和海族交战中大放异彩 传门说他竟然曾经一个人呢 独自斩杀了一名同事出街的海族灵师 而死在他手中的灵徒级别的海族人更是达数十名之多 看来高冲此次成就灵师之后 实力呢也真不是一般的出街灵师可比的 否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做出这等事来 但如此的情况对柳明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啊 柳明在这三年间 一直在提纯法力和陪练丹田中的建培之灵 外加去反白死那里学习练丹术 前两者呢进展倒是普普通通 只是让他的法力比以前略微的精纯了一些 让建培之灵更加强大一分 但是他对炼丹术的学习可是让反白死大吃一惊啊 也不知道他真在炼丹之道上有些天赋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过短短三年的功夫竟然真的在炼丹之术上有了小成 已经能够独立炼制出几种灵徒级别的丹药 甚至成功率还不是太低 不过他在炼丹术上的天赋 虽然说让反白子嘖嘖称奇 但三年期一满 还是毫不犹豫的让他不用再过去了 当然这个时候的柳明 已经在炼丹术上是小有所成了 毕竟一些炼制中高阶丹药的心得经验 反白子不可能真传授给他这个外人 这一天柳明从玄京胡同观察铺中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脸色不禁沉了下来 虽然从宗门那边传来的消息普普通通 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例行通报 但柳明仍然从中感受到了 朱宗在和海族最近的交锋中似乎不太顺利 应该身处下风了 这还是海族将力量分成几处 同时和数国交战的结果 由此可见 海族势力之强 当然 其中也有是海族数十年前就开始派遣一些奸细潜入诸国 布下诸多削弱人族势力的圈套 并在入侵前期才同时发动的缘故 不过这些对柳明来说多少有些遥远 现在的他呢 回到密室 钢盘坐下准备开始修炼 忽然感觉体内法力一下子沸腾而起 随之疯狂的往丹田处狂涌而去 开始了 柳明先是已呆 但马上大喜过望 他随之一拍腰间的两只皮带 当即两股黑气从中一冒而出 分别化为了白骨蝎和那只皮炉 碰碰两声 柳明毫不客气的一手抓住了白骨蝎的尾钩 一手抓住了皮炉的一缕头发 接着浑身黑气滚滚一冒 就开始尽力的控制体内的法力流逝的速度了 时间 一点一点的过去 他身上翻腾黑气越来越薄 当柳明感觉体内的法力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时候 丹田中的犀利这才骤人之间一指 与此同一时间 他只觉两耳嗡的一声 眼中一黑 整个人就身处一个灰蒙蒙的空间中了 在相隔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他终于再次进入到了神秘的空间中 飞炉和白骨蝎赫然的也同样的紧随其身边 不过 当柳明真的看清楚眼前一切 脸色不尽大变 原本应该空荡荡的空间中 竟另有一个人眼盘坐在地面 而无论服饰打扮还是面容相貌 赫然都和他一般无二 柳明整个人都彻底的呆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 在其旁边的飞炉却忽然一个飞出 直直落在了对面柳明的面前 脸孔朝地一下趴扶地上 柳明见此心中咯噔一下子 纵然满心惊疑 也急忙一掐绝先沟通飞炉心神 结果呀 从飞炉那边来的消息竟然全是 主人另一个强大主人之类的话 这让柳明听了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但是心中的也隐约知道 当初飞炉这魔头如此轻易的就被自己降服 十有八九啊 和眼前这个自己大有关系 如此一想他自然不敢怠慢呀 但在仔细地打亮对面的柳明两眼之后 神色又是微微一动 对面的自己 似乎一直都没动过 身上好像也没有任何气息 怎么 难道说 这 这只是一个死物吗 起立一心的柳明啊 当即不再理会飞炉 而是围着对面的柳明 嗡嗡地转了几圈 就一根手指往自己额头一点 将精神力放出 往对方身上探去 结果 他这过精神力 刚一接触对面的柳明的瞬间 就顿时要被一股无形之力反弹而回了 任凭其如何的催动 也没有办法靠近对方身躯 这让柳明的心中 一下子沉了下来 但他略以迟疑过后 就双手一抱拳 冲对面的柳明略以攻身 说了一句 不知前辈尊姓大名 为何要化为晚辈模样在此 对面的柳明呢 仍然是双目紧闭 在地上纹丝不动 柳明见此情形 眉头一皱 重新站着了身子 在上上下下打量对方 额头上那一道寸许长的淡淡的疤痕 那是他小时候 在胸道上所留下来的 嘴角便微微翘起 这是其在沉思休息时 养成的习惯 一只手掌大拇指 一道浅浅的血痕 则是他昨天练习 锋刃术某种新技巧 不小心滑到的 柳明越是细看 越觉得对方根本就是 第二个自己嘛 心中不仅是寒起之冒 既然阁下不肯说的话 那在下得罪了 说完之后 柳明袖子一抖 荧光一闪 一根银色的锁链 就将对方缠去 一阵叮当声过后 银色的锁链竟然顺利至极的 将对方的柳明捆了个接接之尸 柳明见此情形 神色微微一松 随之毫不客气的单手一个翻转 又浮现出了一叠浮露出来 两手一扬就全部击手而出 并纷纷贴在了对面柳明身上 如此一来啊 柳明见对面自己同时 被扶摸链和诸多的禁制扶楼困住 这才放心的靠近 他围着自己转了两圈 神色一宁抬起了手臂 往对方肩头 小心的摸了过去 在此过程当中 柳明双目紧盯对面的自己 眼都不眨一下啊 结果呢 这个柳明仍然盘坐地上 不动一下 而当他的手掌 真的放到了对方肩头上的时候 就顿时一个机灵 一股说不出来的奇寒之力 当即从对方的肩头狂涌而出 直接就传入了他的手臂之中 柳明一惊身形一动 就出现在了数丈远的地方 然后凝重的盯着对方的脸 结果 对面的柳明丝毫异强没有 仿佛刚才的奇寒之力 不是他发出来的 只不过是他的错觉 但柳明目光一斜 瞥了一下自己刚才接触尖头的手臂 脸色一阵阴沉不定 直接那条手臂赫然已经毫无知觉了 全被一层黑色的冰霜给覆盖了 柳明单手一掐掘 当即身上滚滚黑气冒了出来 并同时往麻木的手臂上涌去 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 手臂上的黑色的冰霜飞快退去 渐渐的重新的恢复了知觉 但这个时候的柳明对眼前的自己自然越发的感到神秘了 这想了想还是决定再冒险一事 于是轻吐一口气 单手一扬 破空之声一响 一枚锋刃当即击射而出 只见青光一闪过后 锋刃就紧挨着对面自己的手臂而过 呼地声过后 一个数寸长的口子浮现而出 从中涌出了半金色的血液出来 柳明尚未吃惊 就先感到了自己手臂上一痛 当即心中一症 飞快地将手臂袖口高高卷起 再仔细一看 瞳孔骤然之间一缩 只见在手臂上啊 同样出现了一道数寸长的纤细的伤口 从中呢 还涌出了鲜红子的血液出来 柳明脸色有些发白了 抬头看了看对面柳明手臂处的伤口 又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那无论位置 形状全都一般无二 他脑子顿时混乱了 这个时候的他 就算说再转不过弯来 也明白眼前的柳明 显然并非他原先怀疑的什么妖魔变化 而是和自己真有莫大的联系 柳明总算不是一般人啊 盯了盯心神就从袖中摸出了一张符路 往伤口上一拍 当即点点青光一闪 伤口飞快的愈合起来 片刻过后就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 柳明向对面的自己望去 只见对方手臂上的伤口赫然同样弥合如初 柳明看到这儿真是彻底的愣住了 过了很久 他苦笑一声 目光终于从对面挪开 重新打亮了一下整个空间 现在的神秘空间 明显说比上一次又宽广了许多 看来啊 十有八九是随着其法力的增进此空间的 也会跟着涨大 不过除了空间增加和莫名出现的第二个自己外 其他的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柳明想了想当即找了一个离第二个自己较远的地方 弹腿坐下 然后静静思量 转眼间 半天过去了 柳明深吸一口气终于从沉吟当中回过神来 他看了看远处的自己脸上浮现出无奈 就在不久前 他经过了一番绞尽脑汁的细想过后 终于肯定 这个东西大概呢 是和他上次在秘境中莫名昏迷之事有关 他记得很清楚 自己在昏迷中做的那个古怪的梦中 也曾经看到过另一个气息惊人的自己 而他上次的昏迷的原因 事后也分析过了 应该是和秘境中莫名失踪的擎天魔手有关 毕竟在那擎天魔手出现之后 他体内神秘气魄才莫名的出现 并跟着变得极为不正常 甚至说不定呢 那擎天魔手失踪也和此有关系 如此一来综合考虑之后 眼前的这个自己应该是因为那擎天魔手才产生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和自己产生了极密切的联系 这才会出现对方负伤 自己也会负伤的诡异的事情 虽然太具体的过程 柳明自己呢 也是没有办法弄清楚 但大概原因总算是分析个八九不离十 原因虽然找到了 但如何面对此事 自然还是一件让他头疼的事 甚至于连这个自己是否真的是一件活物 他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当然了 最让柳明无奈的是 他没有办法真的和对方有什么过激的手段 否则以他的心性 自然一定要将这种未知的危险直接解决 柳明心念飞快转动 还是只能想出将眼前自己先困起来这一个法子 于是啊 他摇了头 从身上呢 取出了一叠阵旗 开始在第二个柳明四周布置起来 等柳明将所有的阵旗插完 单手掐绝 一根手指一点之后 当即眼前的小型法阵 一下子嗡嗡之声大起啊 一层白色的光幕浮现而出 将柳明照在旗下 他看了看白色光照 又看了看对面的自己 脸上的神色总算是稍缓了几分呀 在这种情形之下 若是眼前的自己真的有什么异动 那他应该也能第一时间发觉 柳明如此思量 终于决定的将此事先放到脑后 先开始自己的修炼吧 但是在此之前 他先用神念沟通了飞卢一下 结果飞卢在他严加命令之下 还是带有敬畏之色的飞离开了对面的柳明 来到了他的身边 柳明这才心中一松 接着吩咐飞卢和骨蝎到一旁也去练习 自己的攻击手段 于是二者一个闪动 分别到了一面灰色的气壁附近 一个背后尾钩一动 化为了一片虚影向前方 狂插不止 一个呢 则头上长发倒数而起 化为了无数丝芒向前方动穿而去 柳明呢 则开始默默的修炼冰锥树 就这样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一开始呢 柳明还十分小心的留意着第二个自己 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啊 但随着一个月 两个月 三四个月过去了 对方始终都在原地啊 一动不动 他也就渐渐的放下了精 真的将其当成了一个死物 开始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法术修炼上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170回